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傍晚好我是静恩 西渡马来半岛的沙巴人民复兴党 登陆冰城和霹雳后 如今在把版图扩大至柔佛州 明星党副主席拿督王洪俊 今天在新山宣布 委任在2006年退出民政党的黄秀宝 担任新山县协调员 希望凭借他的从政经验 驻该党在柔佛开疆僻土 黄秀宝曾担任民政党妇女组副主席 和柔佛州主席 1995年他代表民政党出战 世古来州席并胜选 从1995年至1999年 担任世古来区州议员 王洪俊也宣布 该党会在农历新年后 在西加墨举办大型推介仪式 宣布该党登陆柔佛 接下来当游侠遇上五虎 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呢 配合农历虎年 李静松武艺坊在新山中华工会的邀请下 创作了游侠戏虎新春短片 短片找来12年前创作全国第一支五虎的 柔佛新山白鹤派体育会一起演出 在新春前制造虎器 李静松说 游侠戏虎内容是一名游侠在洗舞时遇到老虎的过程 内容蕴含着他自己洗舞的过去 以及新山歌舞馆的创管精神 短片也把老虎比喻为病毒 表达人类与冠病毒需要共存 完整的游侠戏虎短片 会在新山中华工会的新春特备节目推出 观众们可以留意了 消整人员在各种天灾活动中 都是冲在前线救援的单位 但是当他们的家中如果发生水灾 却还是只能坚守前线 无法请假回家协助家人 罗佛州消防与拯救局局长拿督耶哈亚表示 罗佛州共有三名的消整人员的住家发生水灾 其中在拉美市服务的消整人员拉曼耶古 在甘榜波娥的住家 就在这次的水灾中被搏击 住家几乎没顶 拉曼耶古表示 他的家在1月1号开始涨水 但是他当时在拉美市消整局上班 只能靠妻子和孩子抢救家中的物品 今天耶哈亚亲自到拉曼耶古的住家 一群消整人员一起协助拉曼耶古清醒住家 令他满心感动 最后 大马海市执法机构 罗佛州执法组昨天下午3点20分 在丹荣比埃海域东南方向的4.5海里 扣押了一艘未经许可抛锚的邮轮 最搜邮轮是在巴胜港注册 当局扣留6名年龄介于25岁至52岁的印尼籍船员 这些船员都有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 却无法出示马来西亚海事局允许在海域停泊船只的授权文件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新周日报新周晚